2015年,61岁的林青霞一席红群出现在《偶像来了》节目现场 当时,全场百号工作人员齐刷刷的起身 大家默不作声,场面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见惯了大牌的导演陈如涵说 从没见过,有人能一言不发,单凭气质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待林青霞快快走近时,宁静,朱英,谢娜,赵丽颖等全都泪流满面 何炯更是激动的与无伦次 他激动地对汪涵说,看,一个时代朝我们走来了 有人不解,为什么八九十年代的女星这么惊艳,让人难以忘怀 而现在的女星顶多只能算漂亮 有个高赞回答是,我们钟爱旧时光的美人并非完全惊艳于面容 而是那股超越时光的气质,钟不过朝夕又念着往夕 时间偷走了青丝,留不住最初的你 但林青霞依旧在,岁月经过她时 虽留下了印记,却难以夺走她的那份神韵 这何尝不是岁月的另一种馈赠呢 提起林青霞一个最重要的标签就是美 她有多美,穿上女装美若惊鸿 换上男装公子如玉 有媒体曾这样形容 她的美眼是战中 她的笑叶是战后的和平 她的丝丝绣发是失航 一书初见林青霞时说 林青霞的眼睛里总带着迷茫的渴望 好像很久地等待着某个人某件事 到底她在迷茫什么又在等待什么 这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想要去了解她 卢玉曾说 林青霞是美的最高境界 美而不自知,美而不在意 当年徐克丑备笑江湖之东方不败时 金庸先生直接反对让林青霞实演东方不败 原因是他长得太美 怕他演不出教主的霸气 徐克坚信自己选决不会错 一定要林青霞来演 最后与金庸闹得很不愉快 影片上映后一席红衣的东方不败立于闭波之中 她昂头饮酒的样子成了香港电影的经典片段 少女时期的林青霞曾对自己的外在很不自信 别的女生身材玲珑有致 自己又瘦又弱 林青霞便称自己是壁花小姐 因为从不觉得自己美 美貌在她这里就不再是负担和筹码 所以林青霞工作时从不想走捷径 只是一门心思扑在演戏上 1973年林青霞以窗外出道 这之后的五年他就拍了50部电影 即使工作量如此之大 他也依旧用心对待着每一个角色 和成龙一起拍动作片《警察故事》 林青霞双腿之间吊着薇娅 头冲地脚朝上 从五层楼高处俯冲而下 这么危险的动作也不曾用替身 只因成龙说如果不用替身 观众会永远记得你 1991年徐克在甘肃敦煌拍新龙门客栈 林青霞饰演邱莫言 有一场戏有逐渐射过她的眼睛 顿时眼角膜破裂 疼到不能自已 她也不曾喊停下 忍着痛也坚持把戏拍完 正是因为她敢于超越美貌 无所畏惧地豁出去 最终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无法超越的经典 美到美朋友不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形容美人总会说美到美朋友 李嘉欣 关志玲 101的大美女都是美到美朋友 为什么 因她们美得张扬而有攻击性 旁人站到他们身边就显得黯淡无光 林青霞虽美的角色 但她总能为自己找到友情的正确打开方式 林青霞的朋友圈 有作家琼瑶 龙印台 三毛 艺书 还有美人邓丽君 诗男生 钟楚红 哥哥张国荣 导演李安 赖声川 徐克等等 那叫一个热闹 张国荣生前经常去林青霞家里串门 林青霞拍戏累了卷了 哥哥对他说 我会对你好的 徐克发现林青霞身上有中心的气质 英气的美 于是力排众议给林青霞争取决策 如东方不败 如秋莫言 诗男生虽不是女明星 但是他身上独有的气场 总能引人注目 每次林青霞与他出门 诗男生的风头都会盖过他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日本 在一家餐厅就餐 里面的人听闻有香港明星在 走过路过都纷纷向诗男生点头微笑 都以为诗男生是大明星 对此林青霞丝毫不嫉妒 林青霞说 嫉妒是无能的表现 欣赏却是一种吸收 能够看见别人的美好与优点 学以致用 自己才会提升 美而不自恋 还能看见别人的美好 全要说这种欣赏 其实是林青霞骨子里的善良 年少时 林青霞仰慕老牌女星李金 出道后 与李金有过几面之缘 之后得至李金晚年落魄时 林青霞心中总有不舍 他总想着用什么方式帮助李金 直接给钱太商人自尊 于是林青霞就想以采访李金为由 让他讲自己的经历 然后整理成文 以搞费的形式返给李金 这件事最后因李金故去而无法完成 林青霞始终觉得很遗憾 李金去世时没有亲人在场 林青霞还出钱替他处理了后事 2002年 刘嘉玲被绑架 裸照被刊登 香港娱乐圈一片哗然 在这风口上 很多人对刘嘉玲唯恐避之而不及 林青霞得之后第一时间站出来 写信给刘嘉玲安慰他鼓励他 多年后 刘嘉玲走出阴影 一直感念林青霞 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 人生得林青霞是莫大的幸运 美女美到美朋友 是把自己放得太高 而林青霞朋友很多 是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他始终觉得 人生总是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谁也不能靠颜值吃一辈子 世上唯有才华最耐老 2004年 黄瞻邀请林青霞开专栏 他怕写不好婉拒了 两个月后 一代鬼才黄瞻病逝 林青霞写了一篇沧海一生笑 来悼念黄瞻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明报上 编辑马家辉一字未改 自此 林青霞走上了写作的不归路 2001年 林青霞发表了散文处女作 窗里窗外 他很开心 在新书发布会上 林青霞对马家辉开玩笑的说 以后千万别再叫我大美人 做美人很累的 我现在是作家 当这句话被好友董乔听到后 他严厉的说 青霞你不能冲自己为作家 董乔是林青霞写作上的领路人 他是老派文人 把作家二字看得很重 他觉得出了一本书 就说自己是作家 是亵渎了作家二字 林青霞见董乔生气了 便说只是开个玩笑 董乔一脸严肃 再次强调 开玩笑也不行 林青霞知道他是爱之身 责之妾 便不再说什么 心中想着 我一定要朝这个身份努力 这之后林青霞比更不错 读书写作成了每日的必修课 他每次写文章 都是浮案在自己书装台前 一写就写到很晚 自己浑然不知时间的流逝 路过书店时 他必定要进去逃书看书 听到胡琴坊说 写作要坚持 他已经写了二十年了 林青霞更是眼睛一亮 创作的镜头更足了 这之后 林青霞又相继出版了云来云去 近前近后两本散文集 文笔越来越好 字类行间透着真诚 他写过往 写朋友 写闺蜜 他们中的一些人 带着自己的秘密 归于尘土 世事纷扰 爱恨情仇 皆为过往云烟 旧时光的炫目烟花 在林青霞的笔下 闪闪发光 琼瑶说他写得越来越好 从故事到情感 引人入胜 旧事旧有旧情 如春风细雨 终是人间温柔 这回 连董乔也点头称赞 白心勇更加捧场 他不吝赞美之词 青霞现在真是作家了 随着多年写作读书的沉淀 林青霞越发的从容 浑身透露着一种松弛感 他对自己是不是作家 是不是美女 已经完全看淡 这样的他 反而更添一份魅力 60岁生日时 他着一席大红群 在花墙请微笑 温婉优雅 美人依旧 都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其实美人可以永远年轻 但有人却可以活得永远年轻 林青霞20岁成名 30岁赢得影坛天后 40岁成为妻子与母亲 50岁开始比更不错 演戏的荣光 娱乐圈的喧嚣 说放下就放下 回归家庭 学画画 学写字 学写作 林青霞一直成长着 前不久 68次 林青霞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自己的近照 照片中的他眼神温柔 笑颜如花 都说美人耻目 最让人伤怀 而在林青霞这里 根本不存在 他呈现了女人最美好的一面 不为年龄苦恼 不为容貌焦虑 随时都有勇气 为自己的人生 打开另一扇窗 这样的人 永远都活得漂亮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欢迎点赞 评论转发 这里是于姐 我们下期再见